香港是沒有三權芬蘭 所以我完全支持教育局局長的說法 我亦都完全支持教育局局長 今次在通識這個科裏的一些教材 一些諮詢的服務 從而令到可以透過這個諮詢的過程 來更加清楚解釋香港的憲制秩序是怎樣 在過去一段日子 每一段時間就會有人拿出來做一個議題 究竟有還是沒有三權分立 亦都會引述某些名人某些法官是怎樣說的 但沒有事情是比基本法清楚 基本法是規定香港的制度 所以所有大家的疑問 其實最好就是看回基本法 我記得這也是我擔任政務司司長 曾經被問過一個類近的問題 因為當時的情況不容許詳細分析 或者澄清 我就說答案是在基本法 通識是一科很重要的科目 但是這個科目要教得好 一定要有準確的教材 特別是關於裏面有一個章節 或者有一個環節是說今日香港 今日香港的憲制制度是甚麼 這是不容含糊 是要說清楚的 所以這次教育局在這裡說清楚 我覺得是值得我們認同和讚賞的 在政府內部 起碼是我這一屆政府 我這些事情我覺得很清楚 不過沒有特別是成為一個社會議題 我們也沒有甚麼特別的機會出來 像今天這樣跟大家說清楚 首先我們要了解香港的憲制秩序 Constitutional Order 這件事在基本法裏面的第一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份 基本法第二條 沒錯 這個特別行政區 是享有高度自治 它有各方面的權力 它有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 但是基本法第十二條 也清楚說明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關係 是一個香港特別行政區 植核於中央人民政府的關係 換句話說 這種享有的高度自治 並不是一個全面的自治 這種享有的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 並不是一個與中央分權的憲制制度 我們享有的權是來自中央授權 給香港的 在這個制度裏面 究竟誰是核心來落實中央授權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要履行的制度 就是一個行政主導的架構 另一個行政主導的核心 就是行政長官 很多人往往誤會了 行政長官這個位置 只是行政機關的首長 這是不準確的 我擔任這三年多的行政長官 我差不多一有機會 就跟大家說 我是有雙負責 我既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 亦都向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 我既是這個行政機關 即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首長 這是在《基本法》第六十條 我亦都是香港特別行政區 沒有了政府兩個字了 我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 所以如果你翻開《基本法》第四章 說香港的政治體制是甚麼 你就會留意到 第四章的第一節 通常都是依罪下來的 最重要的放在先點 第一節是說行政長官 一共有從第四十三條到第五十八條 都是說行政長官的地位 身份 權力 如果你再看 在第四十八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行使的職權 不單是管理特別行政區政府 起碼我可以讀一兩條 特別行政區的職權 包括依照法定程序任免各級法院法官 如果香港的司法機關 是完全不受制於這個政治體制 就不存在特別行政區有這個功能了 同樣地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 在第四十八條第十款 是可以批准向立法會提出 有關財政收入和支出的動議 換句話說 立法會有些工作 都要得到行政長官的批准 才能夠進行 這就說明了 行政長官獨特的政制的位置 好了 為什麼過去有一段時間 社會上會認為是三權分立呢 我相信 我也不想說怪誰說得不清楚 但是往往我們要看 說這四個字 這三權分立四個字的情境是甚麼 前文後理是甚麼 就是說 the context 究竟是說甚麼 我過去這一段時間都很仔細看過 有些司法界人士說 往往是說他的分工 香港的司法機關 當然是有司法獨立 他在審判的時候是不受干預的 但是往往你都會記得 我們這些法庭都說 這個是政治的議題 你要由行政機關或者司法機關 來自己決定 我們作為法官處理的是一個法律證據 來作出一個公平不受干預的審裁 所以往往是說一個各自的分工 令到他可以行使到 他在基本法之下賦予的職能 如果大家要看三權的關係 我會形容 大家當然是各司其職 我也希望可以互相配合 但我也認同是可以互相制衡的 這些互相制衡的例子是比比街市 例如行政機關的決定 可以受到司法覆核的挑戰 例如立法會是可以去同意 或者不同意一個終審法院法官的被推薦 然後接受行政長官委任 行政長官也可以在很特定的情形之下 解散立法會 而法庭儘管有司法獨立 但在其他方面他都會就制衡 特別是在資源方面 司法機關除了法官是行政長官委任之外 他的資源都是受到制約的 他跟其他部門一樣 也要提出他的資源的需求 要得到行政機關 即是財政司司長的支持 然後立入了當年的財政預算案 得到立法會的批准 司法機關才可以有這個資源 要繼續司法獨立審判的工作 所以這些例子我想就是說明了 這三個機關 行政機關 立法機關 司法機關 按照基本法 大家要互相來做自己的職能 互相來去制衡和配合 但是最終這三個機關 透過哪一個機關 或者哪一個人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 就是行政長官 所以我希望今天說得清楚 以後我們學習憲法、基本法 香港的憲制秩序、香港的政制架構 都有一個很清楚的背景 正如我所說 過往為何會出現這些時常 我好像不清楚有爭執 就是可能有些錯誤的理解 這個錯誤的理解是由於 我們的宣傳教育不足 或者是由於部分人士的認知有限 或者是由於有人故意誤導 去製造矛盾 種種原因都有 但是從今天開始 或者其實從我這一屆政府開始 我們很重視所謂正本清源 搏亂反正 正確的說話是要有膽講出來 如果不然不斷地把不正確的說話 或者混淆的說話傳播 就令它失去原本的意義 而這個原本的意義 即是香港憲制秩序的原本意義 對香港是否能夠繼續有效 準確貫徹一國兩制 確保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至為重要 或許先回答